OK, people, it's like a fever in here, show me what you got, show me what you got. 說太多就有點怪,其實我只要他這種搖頭,做那種懸念嗎? 其實你就不用做了。 我叫莫文浩,我是後期總導演,來自香港,辦了一家公司,是發國傳媒,它其實是一家影視機座公司,這個公司不是我一開始就想搞的,當時有一部電影叫《72家住客》,有些同學的推薦,有些老師的推薦,把我推薦給鄭志偉先生。 那時候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去做簡直,碰上我的師父李洞泉,然後就是一集就是跟著他做很多不同的電影啊,他就有這些機會,當年就是爸爸娶老兒的那時候,剛開始,他就覺得就是國內的真人修慢慢起步了,很需要簡直,就嘗試一下了,然後嘗試嘗試者也效果很好,就這樣,慢慢就在搞公司這樣。 你們看到的一個小時的節目,可能是最小最小要拍了一天,可能十八個小時,然後十八個小時一百台機器,千八百個小時,就很專注,很私心才能完成的工作。 我們的作品應該是要全地一些鏡面的東西,一些鏡能量,一些能讓人家覺得世界是美好的東西。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陪伴很多人長大。 因為我也是出生於當時最好的香港電影的年代,我一過頭來想,香港電影是一個旗幟,這麼小的一個地方,能生產那麼好的電影。 其實電影慢慢已經不是香港一個那麼小範圍的東西了。 很多資源,或者是很多機會都發生在內地,那個內地的機會肯定是被香港多很多的。 你想做的東西,在哪個地方最發達,你去哪個地方? 就是節目簡單一個邏輯嘛。 所以為什麼我很鼓勵年輕人到內地,你們想像的內地跟現在內地是不一樣的了。 其實跟香港沒有太大差別。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想來嘗試一下,你就知道了。